富尔泰作为西方近代思想的领袖 是自由平等不爱的倡导者 他怎么会接受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呢 第一个在康谦盛世时 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要高于欧洲 第二中国当时的社会管理也要比欧洲好 整个社会比较公平 另外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呢 也完全注动了欧洲的思想界 法国的传教师是个天文学家 宋云荣写了一个中国天文学史 通过考证中国古书中记载了日式月式 来说明中国历史纪念是真的 富尔泰读了这个书 那中国的历史纪念如果是真的 欧洲历史纪念就是假的呀 那这是一个政治原始的 富尔泰要反对教会这种纪念 最早能找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大约是唐代 一个神性的一个人物 但是他的思想呢 却能告诉在世俗化社会中 人何以成人 就离开神以后 人怎么成为一个政治的君子 这就是人以理直信 那这些思想都极大的是 欧洲走出中世纪教会 这个书博提供了一个思想的武器 问他是什么 我这个对这些节省 flooding 都是他中国历史纪念 样的